位于墨西哥市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原住民族的古文物 他刚刚庆祝50周年的馆庆 就在1964年 真正50年前 中美洲墨西哥打造一座博物馆 在当年超过1000名建筑工人 200名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工程学家 博物馆专家跟艺术家 共同完成这座巨大的博物馆 这座马蹄形的博物馆耗时一年半兴建 在1964年的9月17号开馆 到了今年这座位于墨西哥市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 庆祝建馆50周年 现场展出珍贵的古文物 大多是墨西哥当地原住民族的古文物 50年前建馆当时还必须砍掉 大约8公顷的树木才能开出一条通往博物馆的道路 在当年引起极大的反弹 不过这起环保事件已经被许多人淋忘 9月17号就在博物馆50周年 馆庆这一天公开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手稿 画面中左边第二位墨西哥教育部长 也来到现场纪念历史性的遗课 这座博物馆是由一位已故的墨西哥建筑师所设计 有一个大型的中央花园 这个设计是为了让来到博物馆参访的人 可以有所选择 可以任意地在24个展览馆之间选择参观 如果想要完整参观整座博物馆 必须要走5.5公里 才能完全参观完墨西哥长达4万年的历史 包括史前时代的原住民族历史 而根据当地历史学家的说法 参观者必须要花一整个礼拜 才能好好的把整座博物馆参观完 才能真正了解墨西哥的过去和未来 记者BLUS林博宏整理报导